河北省邯郸市 比赛的主赛场设在邯郸市博物馆 好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你们到我们 邯郸市博物馆来参观学习 今天咱们就由四位讲解员 分别带大家一同到咱们展厅里 去参观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之前的同学们 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智力快车校技大比拼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姨姐姐 那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河北省邯郸市 比赛现场呢 我们是在邯郸市博物馆 在这里呢 我们要感谢邯郸市博物馆 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谢谢大家 参加本次校技大比拼呢 一共有四所学校 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他们 首先是 邯郸市从台区实验小学 欢迎你们 邯郸市复兴区复兴小学 欢迎你们 邯郸市寒山区实验小学 欢迎你们 最后是我们 邯郸市实验小学 欢迎你们 今天进行本场比赛的是我们 邯郸市复兴区复兴小学的同学们 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下载央视频 通过登录央视频 来找到知力快车账号 看一看我们 邯郸市复兴区复兴小学 最美校园的短视频吧 大型字幕字幕制作者 李宗盛 书都来了 要上纸费机了 我先说 孩子们 告诉三人一个好消息 所以我需要一个人和我解决 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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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导员 指导员 少年少女欧洲 德国少女欧洲 少年自由 德国自由 少中国少年欧国无交 看完我们的最美校园之后 就要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最美同学了 对不对 场上有四位同学 来 谁先开始自我介绍 我叫温泽林 我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 有游泳 画画 写字 打篮球 踢足球 古人曰 黄沙白战 穿金甲 不破罗兰 中不还 我这次一定会取得 优良的成绩 谢谢大家 来 袁紫衣 底人乃复兴小学的袁紫衣 古人云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我一定会在此次比赛中 取得成绩 加油 好 袁紫衣 王彤彤 大家好 我叫王彤彤 我的爱好有 读书 画画 阅读和写作 相信这是很多同龄人的爱好 但是我相信 我比其他同龄人更加努力 更加用心来追求 和超越自己的梦想 这样就可以更加的提升自己 让自己更进一个楼层 希望大家支持我 喜欢我 谢谢大家 好 希望你今天更上一层楼 好不好 来 大家好 我叫刘紫衫 我的兴趣广泛 有围棋 书法 画画 希望在这次比赛能了解更多知识 值得更多的关于邯郸的文化 从而交到更多的有益的朋友 在今天比赛之前呢 我们已经带同学们来我们邯郸市博物馆 进行了参观 学习 对吗 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呢 基本上呢 都是我们学过和看过的知识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啊 我们的规则是这样 一共是27道题目 9件文物 每件文物3道题 全部是抢答题 抢到答对加分 抢到答错就要扣分 那么零分状态下是不扣分的 规则清楚了吗 清楚了我们就要开始了 接下来呢 陈寅姐姐给大家介绍的这件文物呢 是我们邯郸市博物馆展出的一件展品 它叫碳化素 大家还有印象吗 有 有哈 那我的题目来了 我们发现的碳化素属于什么时代 新石器时代中早期 距今8400到7400年 我就听着你的呼吸声啊 这么紧张 好 回答 正确 加上十分 别紧张 来 我们大家一起深呼吸一下 历史的味道 我们知道 是吧 好 来 下一题 请问 还没说完 来 你先说 我要问什么 碳化素出土鱼为什么状态的 它是风干粉末状的 好 回答的是不是正确呢 我们通过图片来确定答案 好不好 好 什么样状态 风干粉末状 成粉末状 所以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碳化素的这个素指的是什么 来 童童你说 它是慈善鲜明的骨子 还有谁来补充一下 来 刘子深 碳化素 它是慈善鲜明吃饭的 类似于现在小米 它这个是由狗尾草驯化过来的 狗尾草大家都见过吧 见过 那么以前呢 经过长期的驯化之后 种子呢就慢慢慢慢 变成了现在我们吃的什么 小米 也就是说当时它们的食物 对 比较少 物是以稀为贵 对不对 现在呢 我们的生活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童童你说 食物更加充沛 我们都能吃得饱 穿得暖 现在呢 我们在这样物资非常的 什么样 丰富 丰富的情况下 我们更应该怎么样 珍惜粮食 对 珍惜粮食 从你我做起 对不对 那我们接着了啊 看看下一件是什么 好 我的问题是 请说出这件 好 我还没有问完 来 牛子深我要问什么 请说出这件文物的名称 好 那你告诉我 寿面文 原底 起名 同诀 好 那这件文物呢 是在我们 邯郸市博物馆展出的 它的完整名称是 寿面文 圆底 起名同诀 所以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同学们准备的非常的充分 是不是 好 下一题 这件文物属于什么朝代 圆子银 伤败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第三题 这件文物底部的名文 真快呀 它的底部英克起字 我的问题是 这件文物底部的名文 起字 是阳克 还是英克 所以它的回答是 正确的 好 加上十分 大家看到这个 器皿是什么 饮酒 温酒 饮酒的 它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受命名 同诀 那么大家 谁能告诉我 这个诀 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来 袁子银说 这诀 它用于温酒和饮酒 温酒和饮酒 还有谁来介绍 它也是一种酒礼器 好 不错 下一件文 大家看到的这件文物呢 是我们 邯郸市博物馆 馆藏的 驱龙文 马首尔铜剑 我的题目来了 驱龙文 马首尔铜剑 属于 什么时期 上课 什么时期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可以吗 不可以 那对不起 扣掉十分 正确答案是什么 袁子银你来说 我不用讲了 是战国时期的 公元前 四七五到二一 二二一 对了 是战国时期 我们下一道题 这件驱龙文 马首尔铜剑 出土于哪个墓葬 来 来 王冲冲 张庄桥汉墓出土 好 正确答案是 邯郸市张庄桥汉代墓葬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最后一道题 这件文物 为什么马与赵氏 我要问什么 马为什么和赵氏有关系 什么关系 因为以前赵氏是养马的 给谁养马 给周王养马 所以呢 所以他之后对马非常熟悉 然后进行胡服改革 胡服改革是一个什么样的 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胡服改革就是赵武灵王 试着骑马射箭 然后他再交给将士们 穿着胡服 然后骑在马上射箭 胡服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你了解吗 短袖 宽袍 裤腿也非常短 然后非常轻便 他的袖子应该是什么 紧袖不是短袖 他做了这个改革以后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方便打仗 然后骑马更加轻快 还训练出了那些士兵的灵活性 没错 刚才呢 这道题我还没念完 你就抢了 我现在给同学们来 补充一下这道题面是 为什么马与赵氏 有着重要的关联 好 刚才他已经解释完了 好 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个文物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个文物 大家看到的这件文物啊 堪称我们 邯郸市博物馆的正馆之宝 我的问题要来了 请说出这件文物的完整名称 金银图成于大绝九尊 回答是正确的 加上十分 下一题 金银图成于大绝九尊的 九尊和托盘上 我的问题是 一共有几个小熊 来 泽玲你终于抢到了 六个 确定吗 我们数一下啊 一共有几个 你能给我们指出来吗 你到这来 你到这个图上来指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后面应该还有一个 然后这是第六个 就是每一层有几个 三个 三个 所以一共是 六个 六个小熊 回答正确 回去加分 第三道题 看看你还能不能抢到 这道题是有选项的 大家可以选择 听完选项再打 如果说你特别确定自己的答案 也可以不用等选项说出来 你就可以抢啊 但是有风险哦 金银图成于大绝九尊 采用了什么工艺 六金六银 回答正确 加上师傅 那你能够介绍一下这个工艺吗 有没有知道 知道吗 谁知道这个工艺 童童你来说 刘金和刘云 它们两个制作工艺相同 但是颜色就不相同了 谁举手要补充 先涂上刘云 然后再用刘金 然后把一些花边 然后再勾勒出来 这是用金拱合金 然后拱蒸发之后 就留下来了金和银的样子 那除了溜金 溜云这个工艺 你们还知道什么工艺吗 还有错金 还有错金是用一个金字线条 然后用金属丝来装饰它的 还有战金 对 战金 战金就用到小木锤和钉子 在上面敲出花纹的 对了 所以说我们的工艺呢 有什么溜金溜银 错金错银 还有战金战银 但是这件文物上 它用的工艺就是 溜金溜银 没错 好 它是我们的正宛之宝 对不对 那么当时我们的蒋景源姐姐 是不是特意地讲了 这件文物的很多的信息 谁还能补充一下 除了我们这三道题之外的信息 刘德森 它底下刻有历书名文 上面写着 见我二三年 楚郡西宫 造连城于大厥九尊 内者是同工堂 金银图章 文工序造工朱 历促使晕 长寺守城凡 令氏阴主 那你刚才说的这段话呀 大家可能都听得有点特别陌生 他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呢 讲了他的造出的时间 然后地点 是谁哪个团队造的 然后 谁还能补充 他那个蜀郡西宫 蜀郡西宫是什么 蜀郡西宫是一个官造 什么是官造 官造就这么有皇上用的 对 所以说它的规格怎么样 特别的高 不是说我们民用的是吧 好 非常棒啊 大家了解得非常好 好 那么这道题过去之后 我们看看厂上的比分 现在刘子深是三十分 王虫虫是二十分 袁子银是三十分 泽玲是二十分 好 相差不是很大 对不对 所以呢 接下来大家还要再努努力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文物 它是什么 好 大家看到的这件呢 也是我们邯郸市博物馆 馆藏的一件 非常有特色的文物 看过它之后呢 都对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我的问题来了 请问 红砂石笑面罗汉头像 是什么朝代的 唐代 回答正确 相让十分 下一个题目是 这件文物 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号 你们知道吗 邯郸威秀 那你来模仿一下 邯郸威秀 是什么样的威秀 人笑起来会怎么样 眼角怎么样 仔细看看 眼角偏偏上扬 不是下 下 不知道怎么笑了 现在 是不是 好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来 最后一道题 这件文物 这件文物 出土于哪个遗址 圆子营 红凤 北响堂 长乐寺 移植出土 红凤 矿 区 北响堂 长乐寺 移植出土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继续 下一件文物 好 请说出这件文物的完整名称 来 原子音 瑞瘦葡萄文铜镜 回答 正确 加上十分 好 既然我们提到了葡萄文 那么我接下来的问题是 葡萄文的寓意是什么 来 彤彤 葡萄寓意就是多子 多子 多什么 多子多孙 有孩子是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多子多福 应该是 多子多福 好 来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接下来这道题 是有选项的 大家可以仔细听选项 以下诗句中 有镜子寓意的是 A 半亩方堂一见开 天光云影 共徘徊 B 但是龙城 飞降在 不叫狐马 杜鹰山 我还有一个C选项 那既然到这儿呢 你就先 你先来说 你选什么 C选项 因为A和B 它们都不是的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好 来 我们听一下 C选项是什么 邯郸城南游匣子 自今生长 邯郸里 应该是A 应该是A 跟镜子有关系吗 没有 应该是A 所以应该是A 因为是天上班的那个云 照到那个河里边的 嗯 所以应该是A A 半亩方堂 一见开 天光云影 共徘徊 问取哪得 星如许 未有源头 活水来 这是南宋 朱熹所作的诗 对不对 这首诗呢 是比较有哲理的 你们知道它讲的是什么意思吗 你说 原理 那它那个未有源头 活水来 那就是你需要找到 学习的根源 然后才有许多知识 能不断地 在你脑袋里边记住 嗯 那前面两句呢 半亩方堂 一见开 彤彤知道是吗 那你来补充一下 前面这两句 就是一亩那个鱼桃 然后天 然后那夕阳 斜射到这个鱼桃上 然后感觉特别美 半亩方堂一见开 这个剑指的是什么 镜子 对了 是镜子 那我们继续 好 这件文物呢 也是我们 邯南市博物馆展出的 珍珠地缠织纹行炉 我的问题是 珍珠地缠织纹行炉 属于什么时期 好 来 泽灵 背诵 回答正确 这样是分 是不是找到点感觉了 好 那我们继续 它为什么被称为行炉 刘子生 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拿着走的香炉 对 所以它称为行炉 对吧 非常的形象 好 第三题 这件文物 稍造于哪个瓷瑶 瓷周瑶 答案就是瓷周瑶 来 落后一点 但是还有机会 对吧 我们还有六道题 来 我们下一件文物 看一下 好 问题来了 请问 这件文物的完整名称 白地黑花 人和馆名四细瓶 好 这件文物呢 就是馆藏于我们邯郸市博物馆的 白地黑花 人和馆名四细瓶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那么既然是四细瓶 那么请问 这件文物的细 是什么形的 来 在这个细 呈 呈花瓣形状 然后它是用来拿绳子穿前 然后变于鞋带 是什么形 你再仔细观察一下 是花瓣形吗 还是什么形 仔细想一想啊 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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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它是花的形状吗 它应该是什么形状 草 你还能说出来啥 嗯 嗯 叶形 对 是什么 什么叶形 你刚才已经说出来了 是什么形 叶形 叶形 可以说叶形 也可以是花叶形 都是正确的 来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我们看文物的时候 别着急 仔细地观察 对吧 嗯 那上面大家看到的 这个是什么字 人和馆 对吧 它是一个酒馆的名字 是一种装饰 那么除了这个 我还没有问 那好 你来抢 我第三个问题 要问什么 除了这样的装饰 还有什么样的装饰 还有什么样的装饰 人物 那这样 我 你说出 三种以上 我可以全部说出 你可以全部说出 人物 花卉 龙凤 鸟钦 诗文和 管鸣 回答正确 掌声鼓励 太厉害了 我的问题是要问 除了管鸣之外 请说出至少三种 瓷周瑶 四细瓶的装饰题材 它回答的一词不漏 完全正确 恭喜我们的原子银 获得了十分 好 来 最后一件文物 好 请问 这件诗文钢制造于哪一年 又是原子银 来 康熙八年 康熙八年是哪一年 1669 1669 回答正确 这样是问 好 依然是这件文物 诗文钢上的凌川郡 在今天的哪个省份 来 泽霖 山西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加上十分 加上 山西的哪个地方 你还能具体点吗 发誓是在山西 山西的 临川 山西 是现在 现在还是 大概在山西什么 山西 山西进城 好 来 我们现在看看 九件文物 这件是最后一个 对吧 然后一件文物是三道题 现在剩下这件文物的 最后一道题 这道题目 关系到谁能成为我们 个人赛的冠军 这道题目 关系到谁能成为我们 个人赛的冠军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比分 看谁有机会 刘子生现在是70分 王彤彤30分 袁子盈70分 泽霖是50分 所以说 目前场上呢 有两位同学 有机会 成为我们 个人赛的冠军 那么会是谁呢 最后一道题目 见分小 来 大家先给他们两位 鼓励一下 还有我们场上 其他的两位选手 我们加油 袁子盈 脸上都没有表情了 我最后一道题会问什么呢 你们敢猜一下吗 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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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以下选项中 对白帝贺彩康熙八年 诗文刚的诗句 描述不正确的是 A 钢的质量好 B 宣传广告 C 生动地记录了成语故事 B 就有广告性质 描写不正确 我的题目是什么 描写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是 C 对不起 你已经晚了 这个钢上面写的是什么文字 谁能说出来 C 来 袁子英 你把这个诗文背出 康熙八年造下此坛 初代山西 聚名离川 聚名凌川 赴城镇上 西南紫山 放酒酒好 橙醋醋酸 放水不漏 腌菜菜咸 猪斑都放 放蜜更甜 买上一个 均常喜欢 人人爱买 不论价钱 使了详史 生活十年 请君先看 许多诗言 我要讨价 息息五钱 可好可好 值钱值钱 修足修足 快还快还 真正白货 去而何难 这么一口好钢 你买不买 买 不要九钱 不要八钱 只要五钱 一口好钢 带回家 好那么随着这道题目呢 我们谁答错了 刘子森 答错了 我都说是C啊 不啊 你刚才说的是B B 我以为是正确的 那你没有认真听题哦 所以没有办法 对不起 由于你的失误 你让袁子盈成为了个人赛的冠军 好我问问场上四位同学 现在经过这场比赛之后 你们对这九件文物 哪一件记忆的最深 来 彤彤 这个坛子 这个坛子 这个坛子啊 它广告词就特别有趣了 嗯 然后它的广告词 广告词突出了 你看 民与民之间 还有市井之间 买家与卖家讨价还价 嗯 然后然后它有这些字 然后这些这些字啊 能把这些炒面描写得淋漓尽致 是不是 嗯 那你来模仿一下 你怎么跟人家讨价 就你现在要卖这口好钢 卖给你旁边的这位 他现在是一个过路的商人 啊 你要把你的坛子推销给他 你怎么说 刘子珊过来 你看这个坛子老好了啊 真的这个坛子老好了 你看成啥成 成啥啥好啊 真的 信不信 来你试试 你试试 来 拿回家用七天不好 直接退回来 用好了你就直接付了 七天无理由退换 包邮吗 包邮啊 免邮费的 免费给你送到家 你要不要买 你都不问价钱呀 刘子深 嗯 这么好一口杠 买回家 多少钱都愿意 来自波斯的客人 是不是 好 还有谁 对我们这酒店文物当中的 哪一件感兴趣 嗯 彤彤说了一件哈 那刘子深你来说一件 你来选一件 顺面闻原底起名同爵 你给我们介绍 你为什么对他感兴趣 他这个呃 雕刻那个起字 然后我看的那个底下 那个起字呃非常 嗯就是 非常生动 然后那个字我看着 嗯 就觉得有种那种亲戚的感觉 还有谁 来 袁子银你选一件 碳化素 碳化素 普通的这些骨子 它都是颗粒状的 但是它出土石 它是粉末状的 嗯 嗯 这反映了当时的人们 用一些工具 把它研制成了粉末状 嗯 这反映出了当时的人民 比较聪慧 然后也体现出了 当时的人民食物稀少 那个不得不把一些植物 然后把它驯化成 现在的食物 嗯 谢谢同学们 如果你们想看文物的话呢 我们有时间呢 就可以和爸爸妈妈 一起来我们 邯郸市 这个新的博物馆来看看 因为馆藏真的特别丰富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掌声 给袁子银 也给我们厂上的 另外三位同学们 来都到我身边来 怎么样 袁子银 嗯 感觉特别开心 嗯 很容易希望能参加这些比赛 很感谢的 能给我这个机会 嗯 同时也要感谢你的什么 嗯 我的伙伴 嗯 你的伙伴们 帮你助力 是不是 嗯 我们希望你在决赛中呢 保持出这种状态 好不好 好 为你们学校赢得荣誉 好吗 好 好 来我们请同学 送上我们的奖杯和奖牌 我们其他三位同学呢 也将得到我们的证书 谢谢你们的参与 好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来 好 我们再次感谢所有参赛的同学们 感谢大家 有了你们的付出 我们节目更加精彩 期待我们决赛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感谢 感谢大家